然后选择蓝牙 选择配对 输入1234 嗯?好吧,失败了 为什么呢? 看来又白了,白拍里面又得重拍 拍这种事情 连接成功 然后进入1234的APP 首先这里是无连接的 然后选择 刚才我们配对的那一个蓝牙选项 然后以连接 连接了之后,这里是没有显示的 需要这边上传数据 然后这里就有了 然后如果你要存掉这个数据 我们先测一个信号 好,假设现在这个数据 我们要存储的一个数据 首先要保持 这里保持住 然后设置 保存 好,保存 保存路径 然后就可以 1.7 1.7 1.7 1.1 1.1 4V 4V 0.1 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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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波是不是视频又的重拍 下次就不点开了 就直接就在这里 我先刷了吧 然后我们可以切换到波形 把这里保持去 切换之后要点上传 然后按自动 在上传过程中反应会很慢 所以要取消掉上传 先按自动 波形稳定下来之后再点上传 然后这边就会 然后保存在手机的话 要先保持 然后点视这 点保存 也在刚才那个位置 然后切换波形 手机 切换波形 嗯对 它切换波形卡顿的问题 卡顿的问题 刚才不说了吗 退出那个 上传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关于这个数据存储 先锁住 锁定保持 然后长按 进入 存储 然后这边是选择你存储的第几行 这边选择你存储的第几页 我们现在从第3行 然后按存储 按波形也是一样 先锁住 再进入 我们选择波形的 第11页存储 好已经存储了 然后 退出来 这个是当前的 然后如果你在不测的情况下 看刚才的波形 按住这个保持键进入 进到第11 这个是刚才读的 F3就进入了 你再弄一下那个手机 传数据的问题 手机传数据 对 就是那个波形 波形切换了 切换波形 显示卡顿了 然后你说 你弄一个 不正常偷偷的话 会卡顿 然后在正常是需要哪样偷偷的 就是错误的示范 看一下 310b连接手机的时候 如果波形 出现变化 我们现在调整方波 这调了以后 会等几秒钟 再变成方波 然后这边会有延时 大概3到5秒钟 如果需要 不需要 减去这个延时 我们可以先取消上传 把它调好 调好 等它反应正常 在不上传数据的时候 是没有延时的 等它稳定下来之后 再上传数据 优优独播剧下令 今天需要续发现